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开始处理的时候 因为想说保持干爽透气 所以几乎就不碰水 然后不擦拭 那也发现伤口很快 它就结痂 处理了一个月 就反反复复 也没有改善 就是我们看到它这个结痂 它有时候痒又抓破了 破了又结痂 就这样反反复复一个多月 守的地方也是一样 看了它好像这边结痂了 但是呢 隔几天这个结痂处你看掉了 又开始又流出血水 下面这张也是 你看它已经结痂都干了 可是隔两天 它又开始又裂开 然后又反反复复 一直到上一个礼拜 用温姜汤帮它清洗擦拭 然后一边擦拭 一边就用电热器把它烘干 我们也持续温敷 这样做法 就发现在一温敷 它马上那些组织液就流出来 这亮亮的这些都是组织液 但是我们要很快就赶快把它擦干 但是一擦干呢 就会一直不断的在流组织液 那么头部呢 额头我们也开始这样做 只要一流组织液就立刻擦干 那也发现 一直擦干连续的出了六七天的组织液 都擦干以后 它并没有再结痂 所以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 可以看出 没有再流组织液 然后也没有结痂 就慢慢的就平了 红开始转换 有用温姜水去清洗 擦拭以后 大概十天以后 可以看得到它的整个皮肤都平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在想 之前的这个结痂搞了一个多月没有好 就是没有擦干的组织液的那种结痂呢 我们持续温敷其实它就越来越硬 那越来越硬 其实它里面好像还有组织液没有流出来 所以只要一摳破了以后 它又开始流流出来 那流这些组织液 那是不擦拭它 它又结痂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想到因为也有好几个乳癌患者 他在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乳癌患者他们温敷以后 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组织液 从这一次帮David的小孩这样子亲自处理的时候呢 我也发现就是伤口如果照远红外线的灯 或者电热器 或者电热吹风机 是很容易就结痂 好像很干爽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很快它又流出组织液 如果说像我之前的一个月那样 没有立即擦拭 它是会像胶水一样凝固在伤口上 形成结痂的状态 但伤口的这个底层 应该还有组织液 或者浓血水 还没有完全流出来 所以如果说伤口被表面组织液凝固 结痂 会阻挡里面的血水 或者组织液排出 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发现连续温敷 伤口的结痂 反而是越来越硬 所以老师这是 以上这个是我的分享 是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一段的分享非常重要 所以在上个礼拜 我跟听完露娜这些案例的一些进展跟演变 我在重病处理也做了一些修正 那我们就来念我修正的这一段重病处理 重病处理 一 外热源 重病温敷时间可达24小时 至于进入环境 应保持安静整洁 及空气流通 并且以患者感觉温暖舒服为宜 比如天气太热或太寒 可用空调调整室温 在临床上 处理疾病症状 乃至异常形态 首先可于提上位置 用电热器持续温敷 等皮肤温暖 再将将粉泥大面积均匀 涂抹至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二到三遍 其次 浮以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出痛点后 可用保鲜膜包裹 若有汗 可在保鲜膜内 附加厨房用纸巾 湿了摇换 也可单用护理垫 晾干可重复使用 在此基础上 可再用红豆袋 暖贴 各种电热器等温敷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异常形态之 癌肿瘤 肌瘤 硬结 肿块等 按推其周边 按推其周围 找出的压痛点 常从破裂处 或从原有窗口 流出血液或组织液 此接触体上修复过程中的 正常恶化现象 因如此 此异常形态 才会消得更快 但窗口流出的血液 或组织液 必须清洗干净 因此 患者若无窗口 可用姜汤 姜粉 姜粉泥处理 若有窗口 则只能用姜汤处理 换言之 处理窗口 需通过电热器 持续温敷提伤位置 其间可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出痛点 再用浓浆汤清洗 从窗口流出的血液或组织液 处理干净后 窗口需保持干爽透气 避免使用纱布 或保鲜膜等包扎 若病情严重 例如烫伤 毒液灼伤 干血 乳癌爆开等 每天可用上述方法 多次处理 一可在睡前 将电热器或远红外线 对准换处 如此就能整夜进行 虽然处理重病 是以姜为主 但若患者觉得姜太刺激 而不愿接受 在不得已情况下 一可改用淡姜汤 或只用其他外热源 外热源使用 以前在中医 揪 揪他的时间不长 顶多艾条 燃烧一个小时 重病一个小时是不够的 他的病情正在 眼镜甚至恶化的过程中 你热源随时都要 让患者保持住 他一旦身体失去平衡 整个病情恶化的速度 会变得非常快 所以这里先点出 让患者随时随地 都可以感到温暖舒服 外热源一定要大面积的 涂抹 直接用姜 那异常形态 本来不是医学要优先处理的 但因为现在西医的冲击下 西医常常以仪器检查出 体内的一些异常形态 比如说各种癌 癌肿瘤 肌瘤 这一类的 那他们说要处理 很多患者就认为 这个也应该要处理 那即便有原始点 也是有办法处理的 处理方式其实跟 症状是一样的 因为这里是重病 那处理重病当然 我们诊断与治疗都已经谈过了 应该是要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否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 在体伤位置用电热器 持续温敷 在这里也先说明一下 电热器有各种 比如说一般的电热器 软炉也是一种 甚至远红外线 甚至电热吹风机类似 非不得已尽量不要用有风的热 尽量用无风的热 也就是用照射的热也好 或是一般的 像电热器放在旁边 就能够让整个屋子温暖 甚至对着患处 这样温热就可以了 电热吹风机有风 还是在不得已情况下 还是可以用的啦 因为它实在太方便了 那这个温敷的过程中 皮肤会慢慢温暖 你感觉皮肤温暖 就可以大面积涂姜粉泥 可以用掌心把姜粉泥 均匀的涂抹到体伤位置 这也呼应在原始点在处理重病 时间上可以达到24小时 空间上是以大面积 这个都对传统的热源的应用 一个比较突破性的改变 这样才有助于解决重病 因为电热器一直在旁边照射 等于一边进行温热 那一边涂抹姜粉泥 这样来回两到三遍 这个处理完之后 就可以进行按推 按推一定先按大开关 也就是按推大开关 然后症状没有改善的时候 我们才要再去找小开关 也就是半处痛点来按推 整个操作完毕了 就算告一段落 那我们为了让涂的姜粉泥 能够持续在皮肤上发挥作用 尽可能要用保鲜膜把它包裹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患者的体质 有些患者的体质很容易流汗 原始点的体伤位置 一定要保持干爽 保鲜膜里面一定要放 厨房用的纸巾 如果汗出来湿了 湿了就换掉 如果实在流得太厉害 也可以用护理垫 那护理垫当然 湿了我们还可以重复 再量干使用 在包裹之后 还可以借助外热源 这些外热源当然也有红豆袋 软贴 在台湾就是称软软包 还有各种电热器 将继续持续发挥作用 我们对于异常形态之 癌肿瘤肌瘤硬结肿块 这个异常形态必属患素体相所致 按推原始痛点完之后 一定要再按换处周围找出压痛点 简单讲也就是换处痛点 那这样按下来之后 有些人会立刻破掉 然后流出组织以来 甚至流出一些臭臭的龙啊 也有人这样流出来 那也有人是水炮 一经按推换处周围 有时候他会挤破 而流出组织以来 尤其肿瘤 像乳癌周围这些压痛点按一按 有时候他原有的伤口 就开始流出血液 甚至流出组织以来 这个也是临床上非常常见 这个我们把它归于 它是一个修复体相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那也经过了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这些像肿瘤啊 或是硬结肿块 才会消得更快 这一点原始点 帮助了医学 厘清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一般人乳癌爆掉了 轻轻在周围找出压痛点一按 患处就会流出血液来 很多人以为这个是恶化 就不敢再按 然后再经西医的说法 西医常常会说 肿瘤如果爆裂会怎么样怎么样 让一般民众都心生畏惧 那原始点已经克服了这个了解 原来这个从患处流出来的 血液组织以 是有帮助体相修复 肿瘤才会因此而消的 如果它一直积在体内 你肿瘤不但不会消 而且会越来越恶化 然后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 从窗口流出来的血液或组织液 必须清洗干净 如果没有清洗干净 组织液它很快会结痂 结痂了患者会很不舒服 包括可能皮肤上的痒 然后就想去抓破它 然后反复很难逃的 如果清洗干净 患者会觉得很清爽 也比较快速修复 有了这一个关键处之后 我认为所有任何皮肤病 任何主要处理热源外热源 不管江汤江门江门灵 对于有无窗口 就变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有窗口跟无窗口是不一样的 如果没有窗口 那就是照我们以前的处理方式 可以大面积的 涂抹姜粉泥或姜粉 用姜汤来回擦拭 也可以啊 这些都没问题 那如果有窗口 特别提出一个概念来 只能用姜汤 早期有一个患者 乳癌的 他去做化疗之后 乳癌也是爆开 那爆开之后 然后他好像撒姜粉 也不大舒服 所以他最后是采用的 姜汤清洗 一天清洗好几次 然后他清洗几次 慢慢伤口就结痂 这个就是我说的有窗口 其实现在来看 这一个患者就是最典型的 就是现在我写的 最好用姜汤 若有窗口则只能用姜汤 这里讲的就是温姜汤 也就是溶姜汤 温热的溶姜汤来清洗 溶姜汤一边可以清洗干净 一边在清洗的过程中 其实已经在温敷窗口了 对体伤的修复也有帮助 好那处理干净之后 要注意的就是 只要有窗口 都必须保持干爽透气 不管有无窗口 你在进行包扎的时候 都要保持干爽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干爽对体伤的修复 或是热源的吸收都有帮助 如果有窗口不只要干爽 还要进一步怎么样 保持透气 但有窗口就不能用保鲜膜 理由很简单 就是要透气 那让它能够快速修复 如果病情严重 像大面积的烫伤啊 或硫酸灼伤啊 那这些都有窗口啦 有些会起水泡 有些直接就皮胎肉栈 那很刺激的 以前我们可能还会用 姜油啊涂抹啊 或是姜粉泥啊 这些现在来看是不可以的 因为现在只要有窗口 我们都应该用姜汤清洗 那患者实在受不了 我们只能改用淡姜汤也可以 但是一定是以姜汤为主 包括硫酸作伤 只要清洗反复清洗 它已经在温敷了 那也不要再包裹了 甘险也是一样 只要会流汤流水的 或起水泡 尽量都不再用保鲜膜包裹 LUNA她们做出来的孙子 这一个案例 我终于确定 这一点对我的影响也蛮大 让我好像突然间茅塞顿开 打通任督二脉 有这种感觉 就把所有我以前脑袋里面的案例 经过这一两个礼拜 重新整理一次 可以确定 这些处理以后方式 完全可以一致 而且效果一定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现在乳癌爆开也是一样 不再用姜粉泥 在伤口上绝对不能用 窗口上 那你周围要涂姜粉泥 那个好皮肤 那这个没关系 但窗口一定是不能用 流汤流一些组织液 就只能用溶姜汤来清洗 如同上述的方法 一边用电热器封干 中间可以配合按推 原始痛点来自患素痛点 然后按完 它伤口 窗口流出血液或阻止液 我们就进一步用 溶姜汤来清洗 这样一天可以反复几次 只要严重 一天就可以多次处理 大面积的烫伤 你也可以在晚上的时候 就用电热器 或是远红外线造色也可以 对准患处 那这样整夜就一直持续温服 对体相修复 这样就能够整夜进行 可以加速修复 我们就知道过去很多案例 虽然我们做出来 但以现在原始点的进展 可以做得更简单 更有效 来把过去的这些案例 重新在大家来审视一番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案例的交给他们主持 主持人来放给大家看 那我再进一步来评估 我外孙半岁 我从二月二十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期间一直反反复复 硬结脱落后 一直还会留组织液 时好时坏 之前处理方法是偶尔清洗 清醒完立刻用吹风机吹干 再撒干姜粉 这样处理了四十多天 头顶一直都很严重 4月4日上午 听完张医师直播教学 下午 即按张医师的方法处理 下午三点多 到晚上九点多 用浓姜汤 加少许姜粉 大概清洗四次 清洗完 立刻用吹风机吹干 并且尽量延长吹风机吹的时间 处理完当天晚上 孩子一觉睡了五个小时 之前 孩子晚上因为头痒不舒服 经常整晚闹人 处理后 刚刚放的这个案例 是因为听完 陈经理跟Luna 他们孙子的处理 然后我再分享给大家之后 那河南的一个志工 也是处理他的孙子 一听完 他就照我们最新的方式处理 那你们看看 这两个孩子的比对 他的照片 他本来孙子 比旧金山的 曾经理他们的孙子还要严重 每一天多次的清洗 最后也告诉他们 绝对不要撒姜粉 直接用清洗的话 你看这么严重 竟然变成这样 然后变成很干爽 修物的速度 变得非常的快速 这个是只有一天 他这个只有处理 这只有一天而已 对对对 不是几天 那我还 我还讲比较保守 那你看一天 他的变化就这么大 所以这些组织液 如果没有流肝 他一直在头皮上 满布着 患者是不舒服的 现在我们也理解到 反复他也处理很久 都没有好 就是少了这一个关键点 原来这些组织液 要清洗干净 让尽量不要结痂 让他不要结痂在 创口上 这样修复才会快速 那一天就可以改善 我知道这个孩子 好像进展的还蛮快速 好 那我们就有了这个因言 我们说 其实因为这样 才会让我等于打通 我说的 所有皮肤的问题 应用外热源的问题 就可以把它步骤化 这个过程中都是一点一滴的 这样摸索下来 同样我们在处理热源的时候 也是从早期的一路摸索 也早期用一些软 就是软软包软贴的 红豆袋的之类 然后再进展到姜粉 直接撒到伤口上 然后再来知道要用姜 直达患处体伤 那是一步一步这样过来 然后到现在更清楚的这些 就是在按推过程中 会流出血液或组织液 那这些组织液 不管是用按推的或自动流出来 都要清洗干净 那我认为 这些外热源的应用 尤其姜汤姜粉泥的应用 今天应该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算是结论了吧 以后有无窗口是要分的 有没有留组织液 这些处理方式 跟没有留组织液 它是不一样 尤其要特别要清洗干净 如果有窗口 不只要干爽还要透气 如果一般的正常的皮肤 也要保持干爽 所以我们说电热器 也可以考虑一般的 人不用电热吹风机 尽量不用 但要用也无妨 因为它短时间是没有什么伤害 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热源最好是不要有风 也不要像我们说的泡温前 那个湿的东西 你一出来的时候 湿就变冷了 如果你又没有原始点的概念 把它立刻吹干的话 很容易又受风寒 有了这两个阴言 这一本手册 才有这样的写法 你们的努力常常一小步 但影响的医学界是一大步 是你们很难想象的